哈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读书时间 我们今天继续读《黄龙梦》这本书 好,我们先开始 宝钗一面劝着,这个心比刀脚更深,也长不住 便放声大哭起来,识人已经哭得死去活来 幸亏秋文扶着,宝玉也不提哭,也不相劝 只不言语,贾兰贾桓听到那里,各自走开 尼库竭力的解说,总是宝兄弟见四妹修行,他想来是痛极了 不顾前后的风化,这也做不得准,独有子娟的事情准不准,好叫他起来 王夫人道,什么易不易很属一个人的主意定了,那也是扭不过来的 可是宝玉说的也是一定的了 子娟听了磕头,西春又谢了王夫人 子娟又给宝玉宝钗了头 宝玉念身阿弥陀佛,难得难得,不料你倒先好了 宝钗虽然有把持,也难长住 只有西人也顾不得王夫人在上,便痛哭不止 说,我也愿意跟了四姑娘去修行 宝玉笑道,你也是好心,但是你不能想这个轻浮了 你不能想这个轻浮的 西人哭道,这么说,我是要死的了 宝玉听到那里,道觉伤心,只是说不出来 因时已五,因时已五经 宝玉请王夫人安歇,礼库等各自散去 彩平等暂且服侍西春回去 后来只配了人家 子娟终身服侍,毫不改出 此是后话 且言贾政福的家墓,灵鹫一路难行 因遇着班师的兵将船只过境 和道拥护即,不能塑醒 再到实在新交 信喜遇见了海江的官员 闻得郑海统治清朝回京 想来探春一定回家 略略解写烦心 只打听不出启程的日期 心里又是烦躁 想到盘飞算来不服 不得已 写书一封 差人到赖上荣任上借阴五百 叫人沿途迎来 应付虚用 过了数日 贾政的传才信得实数理 那家人回来 迎上船吃 迎上船只 将赖上荣的奏起乘上 书内告了多少苦处 背上白鸚五十两 贾政看了大怒 几名家人 立刻送还 将袁书发回 叫他不必费心 那家人无奈 只得回到赖上荣认所 赖上荣接到原书银两 心中烦闷 知识办得不周到 又添了一百 央来人带回 帮着说些好话 岂知那人不肯带回 撂下就走 赖上荣心下不安 立刻休书到家 回名他父亲 叫他设法告假 熟出身来 于是赖家拖了贾强 贾云等在王夫人面前 起恩放处 贾强明知不能过了一日 贾说王夫人不一的话 回复了 赖家一面告假一面 差人到赖上荣认上 叫他告评辞官 王夫人并不知道 那贾云听见贾强的假话 心里便没想透 连日在外 又输了好些赢日钱 无所抵偿 便和贾环借贷 贾环本是一个 钱没有的 随时赵姨娘有些积蓄 早被她弄光了 哪能赵姨人家 便想起凤姐 带她刻薄 趁着贾连不在家 要摆布乔姐出气 所以把这个当叫 所以把这个当叫贾云来上 故意的埋怨贾云道 你们年纪又大 放着弄赢钱的事又不敢办 倒和我没有钱的人商量 贾远道 三叔 你这话说得倒好笑 咱们一块玩 一块闹 哪里有有钱的事 贾环道 不是钱而有人说是 外帆要买个偏房 你们喝 喝不喝 往大旧商量 把乔姐说给她呢 贾远道 叔叔 我说句招你生气的话 外帆花了钱买人 还想能和咱们走动吗 贾环在贾云耳边说了些话 贾云虽然点头 知道贾环是小孩子的话 也不当时 恰好王仁走来说道 你们两个人商量些什么 瞒着我吗 贾环便将贾环的话 画富尔低言的说了 王仁拍手道 这倒是一宗好事 又有银子 只怕你们不能 若是你们敢办 我是亲舅舅 做得主的 只要 还老三在大太太跟前 那么一说 我找新大舅再一说 太太们问起来 你们大伙说好就是了 贾环等商议定了 王仁便去找新大舅 贾云便去回新王二夫人 说得锦上添花 王夫人听了塞然入耳 只是不信 新夫人听得新大舅知道 心里愿意 便打发人找了新大舅来问他 那新大舅已经听了王仁的话 又可分飞 便在行夫人跟前说道 若说这位郡王是极有体面的 若应了这门轻视 虽说不是正配 管宝已过了门 姐夫的官早复了 这里的绅士又好了 行夫人本是没主意的人 被傻大舅一番假话哄的行动 请了王仁来一问 更说得热闹 于是新夫人到脚人出去追着贾云去说 王仁即刻找了人去到外藩公馆说了 那外藩不知底细 便要打发人来相看 贾云又钻了相看的人 说明 原是瞒着何宅的 只说是王府相亲 等到成了 他祖母做主 新舅舅的宝山是不怕的 那相看的人硬了 贾云便送信于新夫人 并回了王夫人 那里苦宝钗等不知缘故 直到是件好事 也都欢喜 那果然来了几个女人 都是眼妆立服 新夫人接了进去 续了些闲话 那来人本质是个告密 也不敢怠慢 新夫人因时未定 也没有和乔姐说明 只说有亲戚来乔 叫她去见 乔姐到底是个小孩子 哪管这些 便跟了奶妈过来 平儿不放心 也跟着来 只见有两个工人打扮的 见了乔姐 浑身上下一看 更又起身来拉着乔姐的手 又瞧了一遍 跃坐了一坐就走了 倒把乔姐看得羞丧 回到房中纳闷 想来没有这么亲戚 便问平儿 平儿先看见来头 却也猜着八九 彼是相亲的 但是二爷不在家 大太太做主 到底不知是那府里的 若说是对头镜 不该这样相看 瞧那几个人的来头 不像是本质王府 好像是外头露数 如今且不必和姑娘说明 且打听明白再说 平儿心下留神打听 那些丫头婆子都是平儿使过的 平儿一问 所有听见外头的风声都告诉了 平儿便吓得没了主意 随不和乔姐说 便赶着去告诉了里库宝钗 求他二人告诉王夫人 王夫人知道这事不好 便和新夫人说之 怎奈新夫人信了兄弟 病亡人的话 反映新王夫人不是 反映新王夫人不是好意 便说孙女儿也大了 现在莲儿不在家 这件事我还做得住 况且她亲舅爷爷和她亲舅舅打听的 难道比别人不真吗 我横竖是愿意的 她有什么不好 我和莲儿也抱怨不着别人 王夫人听了这些话 心下暗暗升起 勉强说些闲话便走了出来 告诉了宝钗自己落泪 宝玉劝道 太太别烦恼 这件事我看来是不成的 这又是乔继儿命理所照 只求太太不管就是了 王夫人道 你一开口就是疯狂 人家说定了就要接过去 若一平儿的话 你莲儿哥哥不抱怨我吗 别说自己的子孙女儿 就是亲戚家的 也是要好才好 秦姑娘是我们做梅的 配了你二大舅子 如今和和顺顺的过日子 不好吗 那秦姑娘 梅家娶了去 听见说是封衣足食的很好 就是屎姑娘 是她叔叔的主意 脱离缘好 如今姑爷劳病死了 一时妹妹立志手寡 也就苦了 若是乔继儿错给了人家 可不是我的心坏 正说着 平儿过来乔宝钗 并探听行夫人的口气 王夫人将行夫人的话说了一遍 平儿待了半天 跪下求道 乔继儿终身全降 全仗着太太 若信了人家的话 不但姑娘一辈子受了苦 便是林二爷回来 怎么说呢 王夫人道 你是个明白人 起来听我说 乔继儿到底是大太太孙女 她要做主 我能够拦她吗 宝玉劝道 无妨碍的 只要明白就是了 平儿生怕 宝玉封点嚷出来 也不言喻 回了王夫人 亲自去了 这里王夫人想到 凡门 一阵心痛 叫丫头扶着 勉强回到自己房中躺下 不叫宝玉宝钗过来 说 睡睡就好的 自己却也凡门 听见说 李婶娘来了 也不及接待 只见贾兰进来 请了安 回到 今早爷爷那里 大法人 带了一封书子来 外头小子们传进来的 我母亲接了 正要过来 因我老娘来了 叫我先承给太太瞧 回来我母亲就过来 来回来 来回太太 还说我老娘要过来呢 说着一面把书子乘上 王夫人一面接书 一面问道 你老娘 你老娘来做什么 你老娘来做什么 讲难道 我也不知道 我只听见我老娘说 我三一二的婆婆家 有什么姓儿来了 王夫人听了 想起来 还是 前次 珍宝玉说了李妻 后来 再放定下插 想来此时 真家要去过门 所以 李妻娘来商量 这件事情 便点点头 一面拆开书信 箭上面写着道 静音沿途巨细海江凯旋船只 不能迅速前行 文探姐随文旭来度 不知曾有信否 前街道连直手柄 知大老爷身体千安 亦不知又 却信否 宝玉兰儿 长期已尽 无需实行用功 不可怠惰 老太太灵鹫底家 尚需时日 我身体平善 扑皮挂念 此欲宝玉等知 月日手术 龙儿令病 王夫人看了 仍然递给贾兰说 你拿去给你二叔叔瞧瞧 还交给你母亲 还交给你母 还交给你母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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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说着 李库同李沈阳过来 请安问好碧 王夫人让了坐 李沈阳便将真家要娶李琦的话 说了一遍 大家商议了一回子 李库应问王夫人道 老爷子的书子 老爷的书子太太看过了吗 王夫人道 看过了 贾兰便拿给她母亲瞧 李库看了道 三姑娘出了门好几年 总没有来 如今要回京了 太太也放了好些心 王夫人道 我本心痛 看见太丫头要回来了 心里略好些 只是不知几时才到 李沈阳便问了贾政在路口 李库应向贾兰道 哥儿瞧见了 长期近了 你爷爷惦记的什么死 你快拿了去给二叔叔瞧去吧 李沈阳道 他们爷儿两个又没进过学 怎么能下场呢 王夫人道 他爷爷做两道的起身时 给他们爷儿两个圆了李坚了 李沈阳点头 贾兰一面拿着书子出来 来找宝玉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先读到这里吧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